直到看见园长和江爷爷落泪紧紧相拥在一起 我才知道福宝的出生有多么的坎坷 乐宝爱宝是2016年3月3号来到爱宝乐园的 福宝是在2020年7月20号出生 四年多的时间里 爷爷为了乐宝爱宝自然受孕 顶着巨大的压力 要知道独立生活的雌性熊猫一年可孕期就两三天 错过了这个时期只能进行人工受精 或者等下一年机会 爷爷每天检查两只熊猫的激素水平 循序渐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所以说福宝降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 他像一束光照亮了所有人 他落地洪亮的叫声在爷爷心里就是最好听的声音 由于福宝是韩国第一只出生的熊猫宝宝 韩方没有任何繁育经验 所以我们的吴开奶爸带领着所有工作人员接生福宝 看见所有人的努力 吴开奶爸都感叹到说他们真的很爱大熊猫 从眼神里就能看出来 对华妮母子的守护是24小时不间断的 福宝出生的那一个月 大家基本没有休息 福宝的成长道路也是非常坎坷 福宝刚出生时 第一次当妈妈经验不足 好几次想将福宝叼起来却又滑落 导致爱宝出现了暴怒情绪 好在吴开奶爸立马做出选择将福宝从爱宝审边拿了出来 等到爱宝情绪稳定了再将福宝还回去 冷静的爱宝的母爱也是彻底释放 但是没过几天福宝出现了新的问题 全身长满了水泡状的湿疹 检查确诊为痘状皮疹 这对刚出生的福宝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 乌开奶爸和韩芳整整治疗了一个星期 福宝才慢慢恢复 好景不长 福宝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15天的福宝眼睛睁开了 要知道在正常熊猫睁眼都是30到40天才会睁眼 这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 因为一般熊猫15天眼睛根本没有发育完全 福宝有可能会失明 韩芳和中国协商最终做出了三种方案 一是对接触福宝的环境和人员必须进行每月消毒 防止感染 二是降低福宝所处环境的灯光 防止高光对福宝眼睛的损伤 最后就是给爱宝补充大量的营养 福宝喝优质的母乳可以对福宝发育有良好的帮助 最终有惊无险 福宝度过了一切坎坷 成为了世界上睁眼速度最快的大熊猫 所以在爷爷心里从来就没有要求福宝有多么优秀聪明 只希望福宝能够健康幸福地成长 这不单单是爷爷的期盼 挣扎了 任由瑞宝辉宝在自己身上玩闹一动不动 将爷爷也化身将三岁跟两个小家伙玩得不亦乐乎 早晨又轮到将爷爷来照顾爱宝母女三了 辉宝一大早就在练习吃竹子 爷爷说三母女做的方位连起来正好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九点爷爷给两个宝宝准备早餐盆盆奶 瑞宝明显是饿了立马就主动去找爷爷爷吃早饭 辉宝则是被将爷爷提了回去吃 爷爷提着瑞宝辉宝的后面 改正两个小家伙的吃饭姿势 辉宝干饭王的名字果然不是吹的 后面来的都吃得比瑞宝快 爱宝则是在另一个房间吃竹叶补充能量 吃完了爷爷给辉宝先擦嘴 辉宝不停地音音叫 看得出来辉宝还想再来一盆 接下来爷爷给两个小家伙清理身体 爷爷在给辉宝清洁的时候 向爷魁瑞宝不停地贴着爷爷 紧紧抱着爷爷的胳膊 看得出来瑞宝非常喜欢将爷爷 抱完胳膊抱大腿 这样的瑞宝谁不爱啊 接下来将爷爷的行为再次让人眼红 又一人撸起了两胸 两个小家伙都笑得非常开心 瑞宝辉宝也不像之前那样打闹 相互贴贴对方 抱着对方的形状就像一个爱情 不过辉宝依旧是叛打二号 趁爱宝在给瑞宝喂奶的时候又开始整活了 慢慢靠近妈妈爱宝 发现爱宝睡着了 转身看了看爷爷 就直接踩着妈妈爱宝的脸爬到背上 被踩了好多脚的爱宝竟然无动于衷 看得出来爱宝是真的很困 不过爱宝感觉到了背上有东西立马坐了起来 坐起来的爱宝还没缓过神爱 怕挨揍的辉宝已经在爱宝身后一动不敢动了 仿佛在说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爱宝刚回过神爱转头看向了身后的辉宝 辉宝感觉到了一丝丝杀气立马奔向了爷爷 仿佛在说爷爷救我 然后赶紧跑到了另一个房间 爱宝又睡着了 瑞宝在练习吃竹子 辉宝看见危险解除 直接返回房间对着瑞宝啃了一口 仿佛在说这个竹子是我的 一步可以动 就这样竹叶被辉宝抢了 瑞宝只好爬上妈妈爱宝的背上玩了起来 不管瑞宝在爱宝背上怎么动爱宝都无动于衷 看来爱宝是彻底放弃挣扎了 辉宝看见瑞宝玩得这么开心也走向瑞宝 瑞宝在爱宝身后突然冒出给辉宝下一条 这动作跟以前爷爷给乐宝见人偶熊猫一模一样 乐宝也是跳起来吓对方 不愧是父女俩 虽然双方没见过 但是已经有很多相同的举动 接着辉宝再次爬上了饮水槽洗起了澡 弄得自己一身都是水 江爷爷希望爱宝可以出手制止 可是生无可恋的爱宝已经决定放弃辉宝了 两次从辉宝身边走过也不将辉宝拉下来 最后江爷爷化身 江三岁跟瑞宝辉宝玩了起来 瑞宝辉宝也是非常的开心不停地跟爷爷玩呢 爷爷从辉宝身上跨过去 辉宝当场就呆住了 玩累的江爷爷在爱宝旁边坐了下来 两个小家伙也是跑向爷爷 爷爷一边给爱宝按摩 一边给双胞胎清洁身体 一人撸两熊也就算了 爷爷竟然一人撸起了三熊 这真是让无数粉丝一门羡慕不已啊 最后玩累的瑞宝辉宝跟爱宝睡起了觉 爷爷看着母女三温馨的画面说道 瑞宝辉宝睡久一点 让妈妈爱宝多休息一会了 瑞宝辉宝已经彻底变成相同的颜色了 跟姐姐扶宝有的一拼 爱宝也是彻底摆烂了 今天将爷爷来上早班 辉宝在最前面练习着如何吃竹叶 爱宝和瑞宝则是在两边呼呼大睡 看爱宝疲惫的样子 昨晚肯定又没有睡好 看到爷爷来了 爱宝直接一熊一个房间睡觉 让双胞胎另一个房间睡觉 因为爱宝相信有爷爷在 自己根本不用照看两个小家伙 瑞宝辉宝看到爷爷来了都非常的激动 恨不得立马就钻出房间跟爷爷玩耍 因为妈妈爱宝根本就不搭理两个小家伙 爷爷进来房间打扫卫生 瑞宝辉宝对爷爷的打扫工具产生了兴趣 一熊一个工具仿佛想帮爷爷的忙一起打扫 可惜帮的是到忙 双胞胎还会同步骑步走 打扫完卫生后 爷爷给瑞宝辉宝擦拭身体 一人撸两熊的场景再次让我眼红了 瑞宝还从辉宝身上跨过去 怕是不想让妹妹长高了 爷爷用毛巾给瑞宝辉宝玩拉拉车 第一次坐拉拉车的瑞宝非常开心 一直粘着爷爷陪他玩 玩了一次又一次 玩耍过后 两个小家伙就开始喝盆盆奶了 这么和谐的画面 谁能想到几分钟后 两姐妹就为了争饮水池大打出手 瑞宝根本不是辉宝的对手 被辉宝死死压制住 妈妈爱宝前来劝架也被辉宝凶了一下 不愧是叛达二号 爱宝也是不管了 瑞宝被辉宝打跑了 独自占领了饮水池 最后爷爷陪瑞宝玩耍 希望叫瑞宝要学会反击 但是胆小的瑞宝不但没有反击 还被爷爷吓得缩了一下头 看来以后瑞宝很难是妹妹辉宝的对手了 直到听见福宝回国后 也会像韩国一样开设专属节目 我才知道两位爷爷真的做到了史无前例的保护 近日光明网发布一部消息 央视频在熊猫专区会加入福宝 以及宝家族的专属频道 向姨们更新福宝回国之后的日常生活 福宝不只是有粉丝们的保护 也受到国家的重视 简单来说就是福宝上头有人了 大家不用担心福宝回国后会不会过不好 顶流女明星回国排面十足 官方还发布会和爱宝乐园合作 共同开发大熊猫主题文创产品 简单来说就是以后我们这里也会有福宝的主题商店 可以买关于福宝的物品了 这些都会归功于两位爷爷用爱将福宝推上了顶流 这排面可以说独一无二了 也说明福宝回国已成定局 应该就是明年春天福宝回来了 对于国内的粉丝姨们这是天大的好事 可以随时随地给福宝站台 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 福宝跟两位爷爷可以多多相处 不留遗憾 爷爷已经把福宝用尽全力爱护好了 接下来接力棒就交到我们手里了 我们一定不能让爷爷们失望 福宝不需要很大的山头 但是一定要让他感觉到爱 包容他 福宝的自尊心很强 一定要尊重他 福宝回国后的奶爸奶妈加油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把福宝照顾好的 记住 福宝 你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快乐的结局 爷爷会微笑着送你离开 直到看见两位爷爷念写给福宝的信都落泪了 我才知道他们真的爱惨了福珠珠 首先是将爷爷给福宝的信 福宝 我的公主 我是爷爷啊 能看见我们福公主和在一起的日子还有多少呢 其实周围好多人问爷爷一定要送福宝走吗 爷爷不难受吗 每次都故意用淡淡的表情说 为了福宝的幸福要回去的 福宝一出生就注定了离别 虽然是那样的 爷爷心情也很复杂 很多爱我们福宝的人 也感到很遗憾和辛苦 而且他们心里想法也是爷爷的想法 福宝从出生那一刻起爷爷很幸福 爷爷也想福宝很幸福 见到福宝的所有人都希望幸福 我们福宝无论去到哪里 和谁在一起都会感受到周围温暖的爱并且很好的适应 爷爷会微笑着送你离开 没有流眼泪也没有伤心 谢谢你来到爷爷这儿 谢谢 真的谢谢 即使你到了十岁 二十岁 也不要忘了你是爷爷永远的熊猫宝宝 我爱你 念完信的爷爷再也忍不住落泪了 接下来轮到送爷爷爷念写给福宝的信了 第一句是问信长一点没关系吗 说完爷爷心情沉重 手不停颤动拿着信念了起来 你好 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宝物 我们永远的熊猫宝宝福宝 现在是为了福宝的幸福生活 要接受漫长遥远的旅行瞬间 生活中不能避免艰难和困难时期 无论任何人 但是如果度过那个时期 更有价值更宝贵的幸福也会来找你的 就像爸爸妈妈那样 现在能理解离开的理由吧 福宝 因为那里有福宝幸福的生活 记住 福宝 你的故事是从一开始就是快乐的结局 辛酸的时间来的话 记住有很多支持你的人 对于我来说 遇见福宝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我爱你 念完信的宋爷爷满眼都是泪水 福宝 你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啊 回国后不要忘记在远方 还有两位非常爱你的爷爷